上周末国米赛克场0-100给了萨索洛,下窗3800万欧元眼镜的墙地中吵那英格兰,因为伤病并未进入大名单,如果比利时裹脚能够登场,蓝黑军团说不定能够占平或者获胜。 不过,近日足球市场网却付出一则新闻,有伤在身的那英格兰出现在了意大利北部城市,被加莫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内,此前,比利时中场只为国米,在美国的友谊赛中有过上场,由于肌肉一直有伤,本赛季并未获得代表国米上场的机会。 没想到昨天晚上,在被加莫的迪斯科舞厅里,那英格兰被球迷抓得正着,之后还拍了不少他的照片上传到网上,如今已经在联谱网上疯传开来,那晚正好意大利著名媒体人科罗曼也在场,那英格兰还与其一起拍了照片。 不仅如此,今天国米的程序中,那英格兰居然还穿着,昨晚在迪斯科舞厅里一模一样的衬衫,显然,比利时人很有可能宿罪的吧。 之后有媒体采访的国米主帅斯帕莱蒂,并问及对于那英格兰私生活的看法,斯帕莱蒂表示,如果那英格兰不能很好地处理自己的个人生活,那么将会对他目前的状态造成很大影响。 毕竟他不但年轻,坏小子已经进入了儿立之年,再来到国米后,他是否能够真正成交起来,调起球队大量呢?或许发绩结束后,答案才会真正揭晓。